我买的到底是不是全手工紫砂壶 砸开看看 看玩笑 其实要分辨是不是全手工壶呢 有以下几个段位 青铜 看正书呀 正书上写啥我姓啥 正书说他是 他就是 白银 看手工的痕迹呀 泥门 泥门知道了 就是做壶大师用工具 把泥拍成片做壶身的时候 这个泥片上 它是会有褶柱的 而这个褶柱呢 就像人的皮肤的质感一样 除了泥门呢 还要看手工拼接的痕迹 没有这个拼接痕迹的 它就不是全手工的 我们还要看瓜底推墙 对吧 哦 全手工啊 它是绝对不会高推墙的哦 因为一推 它的泥门不就不见了吗 黄金 泥门这个啊 也不绝对的 老一辈的传统 都是讲究细致如微 再说那会儿 也没有机器辅助 没有机抽 泥门 这个在老一辈看来 也是可以把它 所以它们做的时候 会尽量瓜细 也可能做到高推墙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 看它整个弧的细节 像虎扭啊 虎嘴啊 把啊 它是不是死板 三点一线 要知道人手工的 总不会十全十美的 然后呢 我们要看遗料 还有价钱 从逻辑上 整个去判断它 是不是一把全手工 王者 积累 多看 这个虽然说比较抽象 但是好东西看多了 你会有一种感觉 好的东西 它自己会给你传递信息的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那么 你在哪个段位呢 我是孟笑月 要不要跟着我了解 更多有趣的知识呢